刷一些社交平台总会发现有些人放出这个抗原了 两条杠的这么一个图片来说自己痒了 这都多长时间听不到有人痒了是吧 新冠疫情还会再来一波吗 为什么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感染高峰迟迟不来呢 新冠病毒会有一些超级变种吗 记者专门访问了北京幼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 小汤山方舱医疗治疗专家李同增 这个李同增说疫情并没有结束 未来三到六个月内相对安全 也就是说因为12月份的这一波疫情之后呢 未来半年小半年里面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个时候但凡有人说这个自己痒了的人呢 那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不要出来啊 当然即便你出来呢估计也赢不起什么大的波动来 当然这段时间来讲很多人都更关心的是杨康 杨过之后的这个身体反应啊 但是逐渐逐渐不说这事呢 好像大家也就不关心了 即便身体不太舒服也不会往杨过这方面去想 但是最近这个开学啊 学校里面老师倒是一会儿要报这个数字 一会儿要报那个数字啊 还让杨过的人接龙了啊 所以这个确实大家对这个事情呢 还是相对比较关注的 那么目前看来呢 这个病毒本身会变异 但是不会啊 应该说不会产生更大的变异了啊 它的致病率在下降 传染性当然会有这个变强的情况 就是很可能大家都得啊 但是致病率越来越低了 所以这个将来它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 所以在以内以管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去就可以忘却这一场浩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